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陆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陆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2023-24赛季 当各队完成疯狂军备竞赛 太平洋赛区被称为联盟最强分赛区 快艇湖人 勇士和太阳四大流量球队集中在这个分赛区 他们都被视作争贯队 如今常规赛进入冲刺阶段 各大流量队却各有各的苦 他们现在的战绩均未达到预期 截至3月27日 快艇两连败后跌出前四 落到了第五位 领先第六的国王 第七的独行侠仅有两个胜场 太阳暴冷输给了马斯后跌到第八位 可能从附加赛打起 四连胜的湖人看似势头不错 在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下双杀攻陆 但后面等着他们的是艰难的五连克之旅 向上冲和向下跌都有可能 附加赛区守门的勇士领先第十一的火箭只剩一个胜场 附加赛门票岌岌可危 突然之间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出现了 如果火箭上不来 快艇继续下跌 四大流量队有一定几率齐聚附加赛区 一 丢了魂的快艇 全明星赛前 快艇北伐的故事令人热血沸腾 多兰特将快艇誉为联盟最强之师 并赞扬莱安纳德为本赛季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然而全明星赛后快艇似乎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在过去的18场比赛中 他们仅取得了八胜十负的战绩 他们的战绩更是惨淡 仅为一胜九负 而在3月26日输给溜马后 快艇不仅失去了争夺西部榜首的希望 连季后赛首轮的主场优势也保不住了 快艇究竟发生了什么 或许灰狼球员在击败他们后所说的 他们太老了就是答案 在微少阴伤确震的12场比赛里 快艇的教练和队员们坦言 怀念着威斯布鲁克带来的能量 仿佛只要他回归就能重振队伍气势 就能重振队伍士气 激进的溜马快艇也未能展现出 与对手匹配的比赛强度 尤其是哈登在与溜马的比赛中 哈登看起来皮态尽险 仅出手了7次缺乏进攻欲望 包括之前的5场比赛中 哈登出手最多的一场也仅有13次 这种情况与34岁的哈登之前承受的 过重复合有关 在全明星赛前哈登没有休息过一场 场均出场时间高达34.6分钟 是全队最高的 而在2月份哈登的单月场均出场时间 更是达到了36.7分钟 比排名第二的莱昂纳德 多出了2.2分钟 进入3月份哈登的场均出场时间 仍然高达34.6分钟 仅次于保罗乔治 在哈登这业生涯的这个阶段 他的火力输出主要依赖于三分球 他在篮下出手的比重 已经是生涯最低的 而在3月份之前 他的三分命中率一直保持在4成左右 因此他的得分看起来还不错 然而到了3月份 哈登的三分命中率暴跌至34.1% 场均得分也跌至15.6分 再加上本就存在的防守速度不足的问题 哈登在场上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快艇的问题 当然不只是哈登一个人造成的 很多时候卢智岛的排名布阵 也值得商榷 比如他在某些场次对普拉姆利的使用 以及阴晴面而启用塔克 这些都是问题所在 但快艇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防守 作为一支部分位置高度不足 出现老龄化问题的球队 快艇想要打出优质防守 必须保持活力 从他们的卡位退防来看 全明星赛后的快艇无法在48分钟内保持防守强度 他们的百回合十分高达118.7分 排名联盟倒数第三 尽管快艇拥有像莱亚纳德·乔治这样 防守履历极佳的球员 但他们的防守仍然频频被对手击穿 快艇还有11场比赛 而且赛程难度 排名联盟第10位 他们的对手还包括 金块、太阳、两次、骑士、国王、魔术等强队 想要脱离险境 避免落到复加赛区 快艇需要哈登更具活力的发挥 以及更出色的防守表现 2.丢了防守的胡仁 在325日的比赛中 胡仁对险胜溜马 以150比145的比分死力逃生 赛后各种数据统计网站都在解读 胡仁对此役的进攻有多么强势 唯有安东尼·戴维斯保持了冷静 我们让对手拿走了145分 我们的防守太糟糕了 戴维斯说道 我们必须提高防守效率 不能让对手轻易得分 到了赛季的这个节点 无论是多么丑陋的胜利 只要能赢就行 我们可以接受 但同时我们必须吸取教训 曾经胡仁是一只 以防守攻匡为赢球逻辑的铁血之师 然而受伤病等因素的影响 迫使胡仁不得不改变赢球策略 能够给对手外线球员施加的 防守球员频频受伤 剩下的戴维斯在内线 独自擒天也无济于事 全明星间歇期后 胡仁的百回合失分达到了118.6 位列倒数第四位 仅比他们防守更差的绝世 巫师和快艇消耗 尽管胡仁大幅提升了进攻效率 百回合得分达到了119.2分 同期高居联盟第四位 但他们的百回合竞胜分 却只有可怜的0.6分 毫无统治力 因此 胡仁在与前面的球队相比 胜场差距始终无法进一步缩小 在全明星赛后 胡仁两次输给了勇士 输给了金块 两次输给了国王 还输给了太阳 而这些势力都是因为防守被对手打爆 哈姆仍然期待着 文森特和范德威尔特的付出 希望他们可以在防守端起到救急的作用 然而即使他们付出 胡仁也不太敢将他们放进轮换阵容中 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到了这个阶段 两人已经很难恢复到最佳状态 胡仁还有另一种选择 那就是将最近表现不足的丁维迪 调整到首发阵容中 代替里夫斯或拉塞尔 毕竟在三个后卫中 丁维迪是防守更为出色的一位 这对哈姆的决断力是一种考验 接下来胡仁将继续他们艰难的六连克之旅 不过可以让胡仁球迷开心的是 首场比赛是对阵近期势头极佳的公路 在没有詹姆斯和金利两个加持的情况下 成功逆转战胜公路队 结束六连克之旅后 还要面对骑士辉达和勇士 在这种情况下 胡仁只能寄希望于詹姆斯和戴维斯的健康状态 在防守端难以应对时 尽可能的依靠全面的进攻来赢得更多比赛 在3月25日的比赛中 勇士队以四分之差西败于灰狼 库里仅出场了30分钟 赛后库里隐晦地表达了 对自己出场时间不够多的质疑 而主教练科尔则已已经依赖库里15年 不想一次次依赖库里作为解释 事实上 勇士队库里的进攻依赖程度相当高 当库里得分低于30分时 勇士的战绩为18胜20负 而当库里得分超过30分时 勇士队的战绩则是17胜9负 勇士之所以如此依赖35岁的库里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阵容缺少 2号得分手 曾经克莱汤姆森是联盟中最好的 球队第二得分手之一 他一直保持着高产高效的投篮表现 然而本赛季 汤姆森却将自己打成了第6人 勇士独冠赛季的维金斯 曾展现出成为球队第二得分手的潜力 但在本赛季由于各种因素 维金斯并没有进一步提升 反而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 甚至连成为球队的第三得分手都有困难 库明加上位后展现出成为勇士封限答案的前置 多次单场砍下20加得分 带给了勇士急需的冲击力 担当库明加的对手是经验丰富的西亚卡姆 戈贝尔加麦克丹尼尔斯加里德 库明加智能手段单一的弱点暴露无疑 克尔不愿意过度依赖库里 但事实上在剩下的比赛中他已经别无选择 勇士的胜余赛程难度并不高 对手的平均胜率仅为46% 而相比之下火箭的胜余赛程 对手平均胜率高达53.7% 因为库里身边缺少可靠的第二得分手 这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勇士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等到秋彩期进行调整 在富加赛门票其其可为的情况下 克尔只能尽可能地提高库里的出场时间 以确保球队能够获得一张富加赛资格 并最终进入接候赛 4.不善终结的太阳 同样在3月25日的比赛中 太阳面对缺少文斑亚文的马斯队 再次遭遇了失利 本赛期与马斯的四次对决中 太阳输掉了三场 其中有两场输在最后一刻 还有一场时的第四节最后四分钟 发生了崩盘 输给残阵的马斯 这是太阳本赛期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支拥有杜兰特比尔布克 等球员构成的进攻强队 太阳竟然一次次在比赛的末节 关键时刻表现不佳 这成为了他们的一大难题 他们是联盟最不擅长 在比赛末节终结的球队之一 本赛期太阳在关键时刻 最后五分钟分差在五分以内的比赛中 表现不佳 取得了18胜20伏的战绩 胜率仅为47.4% 甚至还不如处于摆烂状态的绝世 太阳在关键时刻的命中率为41.3% 三分命中率仅为30.9% 这些数据表明太阳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缺乏稳定性 这成为了制约他们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的球员表现 多兰特在关键时刻的命中率为36.3% 三分命中率为32.3% 不可能命中率为46.2% 在一般情况下还算不错 但他的三分命中率仅为18.2% 而比尔的整体命中率为45.5% 还算可以 但三分命中率也只有28.6% 更糟糕的是 在云云马斯的比赛中 比尔又受伤了 他的投篮手的无名指受伤 可能会影响他的手感 目前太阳队仍然领先 胡人队2.5个胜场 领先勇士队5个胜场 但太阳已经来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因为太阳队的剩余赛程难度 是全联盟最高的 对手的平均胜率达到了64.7% 他们还将与提湖 快艇和灰狼各打两场比赛 与金快和雷霆各打一场比赛 而最后的11场比赛中 有7场是各场比赛 考虑到太阳队本赛季面对胜率前6的球队 胜率不到30%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他们甚至可能跌至第10位 甚至跌出前10位 这样的形式 使得太阳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卢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